沖天泡 後翼射日成為英雄 沖天泡 以前有9個太陽 高掛在天上 然後後翼就想射太陽 射掉8個然後讓一個太陽 高掛在天上就好 結果他就一射 他發現他的力道再強 也不夠射到太陽 所以說乾脆就用沖天泡 然後掛在他的墊上 然後就一射 但是問題沖天泡只有一個 其他7個怎麼辦呢 他只好自己本身握著沖天泡 就衝上去月亮 然後把月亮一個一個摘下來 然後最後他就也塞死了 嫦娥奔月故事接龍 PART 2 煙火 後翼都已死了 一皇大帝特別感念他 對這個人民有功 所以特派王母娘娘 正要給後翼 這什麼藥能救活他呢 當然就是長生不老 後翼就整個活過來了 特別知道這件事 都非常感念王母娘娘 所以每年到了過年除夕也 他就會帶著煙火上去 以示慶賀 也祝王母娘娘 也祝我們玉皇大帝 鄭公康泰 這煙火一放 就是60幾秒 70幾秒 放著放著後翼就覺得說 你救某一命 我每年這樣回饋你 我這個叫請家當產的 這樣下去不得了 知道王母娘有長生不老要 就乾脆把它 通通偷下來 吃完之後 準備要離開此地 就要帶回家 跟嫦娥共同分享 嫦娥奔月故事接龍第三段 岳下老人 常常他發現了這個后翼呢 是個暴君 常常都會打他 所以他就很難過 去找當年錯和他們的眉人婆 就是有名的岳下老人 那岳下老人呢 剛好又是後翼的爸爸 因为后裔为什么要去设九个太阳 因为如果有十个太阳 他没有把九个太阳设下来的话 就不会有月亮 那月下老人他就是住在月亮下面 是一个老人家孤苦无依的 从小后裔就是跟妈妈相依为命 他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月下老人是其实是他亲生的爸爸 《嫦娥奔月故事接龙》第四段 第一次打扳中妖嬌的摸摸 打扳好了 烤肉酱 因为嫦娥不知道他是洋女 因为他爸爸以前其实是 感情很受挫的一个流浪汉 所以他只是希望说自己家里 后来有人可以捧那个香火 有一天他要离去的时候 有人把他砰到这样子 然后嫦娥呢 去偷藏身不老药 结果进去厨子一打开 因为当时月光很小 摸了半天 就偷了一瓶烤肉酱出来 那他也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 后来他飞到这个月球上面 一打开 他拿到那一瓶叫烤肉什么不知道 才后来才发现吴刚的英文名叫约翰酱 烤肉酱 嫦娥奔月故事接龙 Action 啤酒 后来嫦娥就吃了烤肉酱之后呢 在Mr.John的引导之后 他就往天上一直飞了 啪啪啪啪啪啪 然后飞飞飞 飞到月球上面去了 那到了月球之后呢 遇到两只兔子 他们就在开始在来见麻糬 那No No No 到了旁边有吴刚 一看就说我错了 我这一生我不应该这样对待你 还让你来到 鸟无人烟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就跪在那边 吴刚就罚跪了 然后嫦娥就觉得说 也别这样我们蒸好麻糬以后 大家一起做成麻糬的月饼 一起来吃 吃完之后 就说这个时候只差一味 就是啤酒 一定要一起来喝啤酒 他很开心的 所以嫦娥跟吴刚两个人 就一起喝啤酒吃月饼 充实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嫦娥奔月Fly to the Moon 那音乐要用Fly to the Moon 对这个就是Fly to the Moon 这边 我可以吃 我可以吃 船主 我可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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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吃